没错,今天我们将来教你如何拆装一把格洛克手枪 一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觉得我们是标题党了 别记着关,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格洛克四五钥匙大小的模型 背面写着这是真枪图纸模型 全枪临界可拆卸 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了 我们打开来看看 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细节还原很到位 说到格洛克四五这个型号 可能大部分朋友不清楚 这是一款采用格洛克十九长度枪管 加上格洛克十七握八尺寸的跨界枪形 这时候你可能要联想到格洛克十九X了 没错,格洛克四五 其实可以算是格洛克十九X的执法版 它们两者从外观上的差别 最大只有这个前部防滑槽 这个防滑槽可以说是格洛克执法版的标志 因为警察使用格洛克都是带弹先行 以便在危机时刻突然来临的时候可以拔枪就射 所以在上堂之后都会做一个prest check的动作 来确保子弹已经上堂到位 就类似于这个样子 我们还可以看到格洛克四五是满满的五代特征 握柄没有纸槽 左右两边都有挂机扭 五代特有的枪头造型 但这款模型不是仅仅的一个外观模型 它可以上堂 还能空舱挂机 弹侠也是可拆卸的 还可以扣动扳机 感觉这样我可以玩一年呀 经济这样就好玩了 别急 这款模型号称可以全拆卸 凭着多年的格洛克柴装经验 我们拆开来玩玩 首先拆真的格洛克 第一步卸弹夹 第二步激发扳机 第三步将套筒后拉 第四步将左右两边的套筒固定扭下拉 第五步将套筒往前推 唉 如果是真枪这个时候套筒已经下来了 但这个模型在这一步需要再扣一次扳机 如果真枪在拆之前没有激发扳机的话也会这样 所以这一点也算是还原的很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套筒和枪身分离 套筒上首先是取下弹簧 然后是枪管 这一点跟真枪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一般保养和拆卸格洛克这样也就可以了 将这些部位稍微上点油即可 格洛克的基础保养非常简单 如果还需要深度清洁 我们可以取下格洛克的扳机组件 需要一个工具将这个定位稍给戳出来 需要费点劲 取出来 如果是真枪的话 这里会有一些积碳 拿刷子刷下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个定位稍 这里可以取下整个扳机和挂机扭 不过如果是真枪 一般除非是部件损坏 实在是不需要拆这里的 这个视频是为了尝试所谓的零件缺拆卸 看到了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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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拆下这里 这里会有个弹簧 最好拿钳子夹出来 然后就可以取出套筒固定钮 现在整个枪身就分解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套筒 套筒这里面是撞针和激发装置 一般针墙大保养的话会拆开这里 清除一些积碳 但这个部件是切记上游的 不过不论是针枪还是模型 我都是不介意擅自拆这里的 因为里面有撞针弹簧 拆的时候要很小心 一不注意弹簧就有可能弹飞出来 而且这个模型里面还是有两根弹簧 所以一定要小心 稍不注意你就只能再买把新枪了 现在已经全部拆解完毕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全部装回去 首先按照之前的顺序 先装最后拆的撞针装置 先把这个部件装进去 然后将一根弹簧塞进这个孔 由于这个模型的原因 所以最好在这里先装上枪管 会比较好固定 然后将另一个弹簧装进去 注意这个盖子上面的凸起 将这个凸起对着弹簧 下压后前推进去 拨动两下声音清脆就装好了 然后装附近黄 首先一定要注意这个 一边是圆的 一边是平的 一定是圆的这端靠近枪管 平的这端在外面 这一点跟真枪还真不太一样 整个套筒安装完毕 现在我们来搞下半身 首先装回套筒固定钮 将弹簧插进去即可 把这个东西斜着压进去 然后依次将两个挂筋扭放进去 这里我选择新装扳机弹簧这个装置 因为这样会比较好装扳机 装好后就是最难的环节 找洞 要把几个部件的孔都对准 不是意识 最好用这个工具多掏下 反正我是弄了很久 总算插进去了 结合 Lala Coco 完美 这期视频依然是在GirkerAPP 该视频下方留言 获得热评就能获得这把格洛克四五模型 对了 忘了说这件模型价格 1.8 GeekerAPP 有兽哦 谢谢前沿装备资讯 想与各类装备玩家交流 想免费试用各种新装备 扫描屏幕中二维码 下载GirkerAPP 我们在Girker等着你